我们之前的这个组织看似好像很丰富 一是逍遥广告 能拉商业商户的钱 二是劳务派遣 让学生们做兼职 从派遣公司又能捞一笔 三是又叫会员费 但是这方面我们的资源 还不够确实 跟学校的媒体关系还不够好 然后 那这些反正 都是一些年轻人 就感觉 总是不是那回事 互相之间 细细打闹 完全不成熟 那就跟这些人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悟道了 所以早早的提前就离开了 那奉劝大家的 我说的这些 也都是给大家一个警戒 再来一次 也没必要 一看 甚至一想 就知道了 何必去惊这一遭呢 那然后呢 突然 也不知道老天 也不知道是哪 提到了这么一个人事管理的 就开始学 就开始去到那头 那这就算是工作了 不算创业了 不过也是在一家创业的公司 那为了这一份 我们 跑了 沈阳 大连 还要经历 有的地方 会不仅 英语 日语 韩语 你要会的话 才优先出去 当然你要会这种小一种 他算是小一种了 那一定 不管你干的好不好 就轮得到你挖墙脚 这就是挖墙脚 所以 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事 你真的想当一个伯乐 而且 后期 我们再说 最后一次当伯乐 先说创业 我们还有一些项目 真是很多年前 一直 包括那些方便创造 在埋藏在心底 待机而动吧 总之 资源不够 主要是财力吧 有的话 咱们再掌握一番 那么还有两个 创业想法也公开给大家 我本人是宁做氛围 不做鸡头 有人做 对这个社会 讲的比较大 哪怕一个地方 有用的这种东西 无偿奉献 做人就应该这样 但是他做不好 那你没办法 也引起一阵风潮吧 那其中一个 就是方言聊天网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社交啊 可可微信呢 这种 那已经互联网了多少年了 早已成为一个 不是趋势了 已经成规模了 已经成现实了 那聊天呢 那总是找一些小群 那小群啊 没有正规的一个大平台去录 规划更方便一点 那么具体的下节课再说 而且这个还要结合到 我们研究这个生产八字 那大家来 就是